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我的人还是在广州 我在试驾的就是这一台即将来到马来西亚市场的 GSC GS3 引数 这一台车它的定位是 B-Segment 的 SUV 采用 1.5 公升的涡轮增加引擎 我不用讲大家都知道它的对手是谁啦 现在就趁这个还有时间就带大家快速看一下这台车 然后等一下也会试驾一下这台车 对这款车有兴趣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下 OK 首先我必须讲老实话 这一个引数它的外观设计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前卫的 当然我们看它的外观设计就知道它主打年轻人 但是它的外观设计细节的部分有很多东西必须要称赞一下 首先就是这个 LED 的头灯组 其实很多车都有 LED 头灯组 但是细节那么饱满的其实真的很少见 这款车就是其中一个 然后这台车你可以看到它有这个橙色的线条 在它的水箱护照 所以整个层次感很分明 然后其实它是透风的 当然它是有这个涡轮增加引擎 当然必须透风 然后这一个 我觉得这一个才是它真正的头灯组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 Projector 的 BIN 的 所以整体的外观设计细节是非常喇满的 如果我讲今天一个差不多是24-35 岁左右的年轻人 应该会很喜欢这样子的外观设计 然后这一个风火轮式的轮圈设计 其实也还蛮好看一下的啦 不过它的尺寸是达到了18寸 也就是这样以后你更换轮胎的时候 这个飞用可能略高一些 但是不得不说这个设计还是好看的 然后另外呢 这台车可以看到它采用了这个隐藏式的门把 可以加强它的风阻系数 然后再往后看一下 我觉得后面的设计才是它的精髓 看到吗 菱形的这个尾灯组 然后晚上亮起来之后 这视觉效果很好一下 然后 往远处看你看到吗 中间双出的排气管 运动氛围拉满满 而且这个是一个 R-Style 的车型 也就是讲它是一个比较运动化的车型 然后我其实我会有点小担心 就讲这样子的外观设计呢 会不会导致它的第二排的乘坐空间会比较小一点 这个等下我们才讲到 不过必须讲到的是 这个外观设计这个空力套件 其实看起来真的很凶 大家有没有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吧 OK 这次这个广汽传奇 GS3 引数呢 它的引擎是非常的有竞争率的 因为它配备的是1.5 公升的四缸涡轮增压引擎 各位你没有听说它是1.5 公升四缸 我知道之前在马来西亚贩售我这个版本呢 它采用的是1.5MA 啦 动力表现可能没有这样足够 可是这一次绝对让人惊喜 据说它的0-100 加速还不到8秒 然后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74 HP 公升扭力表现270 Nm 匹配的是7速的14爽离合器变速箱 我觉得这一个也是这一次这辆车最大的卖点啦 可是这个引擎动力呢 它跟目前我们market 所有的V segment SUV 相比呢完全不逊色 然后重点是4缸 然后加上官方表示呢它的价格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所以我觉得这辆车的动力 确实啦会值得我们期待 而且试驾之后我也觉得这个engin 应该可以满足马来西亚很多年轻人的这一个需求啦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影片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OK 现在我们来简单试驾这个GS3 引速 1.5L 4缸 涡轮增压引擎 7速 双离合器 变速箱 可以走咯 好了 加速 这里是绕缀 OK 哇 确实有点大 OK 然后这边进去巴自行 方向对吗 对 OK 其实感觉方向盘还蛮跟手 我好像绕太大圈了 刚刚好 简单试驾一下这个手感我觉得还行 尤其是这一圈大概是一分钟左右 体验不深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个简短的这个 引速的体验影片 因为今天有两个国家就是马来西亚跟菲律宾的媒体在测试 所以我们的时间比较有限 不过我已经跟这个马来西亚方面安排好了 也就是讲 未来他们一旦有车子的话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借出来 做一个更详细的试驾分享啦 所以 大家看天气那么热 然后支持我们一下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